大家好,有网友让我评价一下J.D. Wells 也就是川普最近挑选出来的VP,他的竞选搭档 那么对于不太熟悉美国政治人来讲的话 川普选择J.D. Wells可能会有点出乎意料 但你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也是在情理之中 一般性来讲,总统竞选,他选择竞选搭档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拉拢更多的选民,增加他的选票 以2016年川普竞选为例,当时川普第一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可以说是第一次涉足政坛,他没有太多的票仓 他当时能够心眼球,就是因为他说了很多很夸张的话 很多人眼球的话,而且这些话正好切中了一些底层草根心理层面方面的东西 所以当时川普就一下子就非常受人瞩目 但是他在价值观上的表达 他对于美国保守派的这样的一种承诺 给保守派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和理念方面的这样一种保障 多多少少还会让保守派有点怀疑 所以2016年的时候,川普在说了很多今天的言论之后 他就选择了盘斯这样的一个不太擅长说话 不太擅长夺人眼球 但是价值观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共和党人做他竞选打倒 这在很大程度上拉拢了一些认可川普 但是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把票投给川普的这些保守派的选民 那么到了2020年的时候 盘斯,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拜登竞选 他选了卡曼·哈瑞斯 首先卡曼·哈瑞斯是个女性 那民主党一直都很希望有个女性的这样一个副总统出现 那么他选了女性之后可以拉拢女性的选票 拉拢这些女权分子的选票 然后卡曼·哈瑞斯他有少数族裔的噱头 而且拜登在竞选的时候他经常说错话 就是说了一些就是让少数族裔觉得不尊重他们的话 就比方说拜登说过什么 如果你不把票投给我那你就不是黑人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就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驳 那么卡曼·哈瑞斯一直号称自己有黑人噱头 那么他选择卡曼·哈瑞斯一方面拉拢女性 另外一方面黑人选民就觉得 我们终于有一个黑人女性能够成为副总统 而且能够跟拜登一起竞选来打败川普 那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就把票投给了拜登 增加了拜登的这个赢面 那么到了现在2024年的时候 川普实际上从各个消息来看的时候 川普已经稳赢了 不管他最后结果怎么样 至少共和党这边甚至包括民主党这边 在听了拜登和川普辩论之后 大家统一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那个拜登的这个辩论实在是太差了 这是差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就是当时我听拜登和川普辩论的时候 要不是我知道拜登他的母语为英语 我还真的以为这个拜登他的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 因为他讲了很多话根本就是讲不清楚 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 而且有的时候还做错 我都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英语是他母语 就差到这种程度 辩论结束之后不要说是共和党 民主党都觉得就拜登不行了 甚至有些民主党建议把拜登给换下来 就糟糕到这种程度 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 基本上认定他是我赢了 而且从最开始的选情到现在为止 共和党一直尤其是共和党的选民 他们一直都觉得欠了川普的 就是2020年川普竞选失败之后 很多选民他们就觉得 有些选民就当时因为有些选民 他并没有完全出来投票 就是因为觉得川普肯定是稳赢了嘛 那投不投票也无所谓嘛 有些选民投票 但有些选民没有投票 甚至有些选民觉得 就是川普一直说这个选票是有作假嘛 他们就觉得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川普选上去 他们觉得欠了川普的 所以对川普来说 一方面本来他重新复苏之后 气势就非常强 就是一波红潮嘛 然后再加上选民又觉得欠了川普的 很多选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之前不是非常推 从那个Vake嘛 我还专门发过一个帖子嘛 很多选民他们就说 如果没有川普的话 他们就投票投给Vake 但为什么他们没有最后投票 就是没有投给Vake呢 他们觉得 如果我把票投给Vake 虽然他很年轻很聪明 而且非常有胆识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背叛了川普 很多选民都这么说 我甚至在看好几个采访的时候 选民都是这样表达 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觉得 我很喜欢Vake 但是如果我把票投给他 那我就等于是背叛了川普嘛 他们说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选民心里面觉得 从2020年开始 他们就欠了川普的 所以对于川普来说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至少从他心理上来讲 就是百分之百我赢了 再加上又除了川普被刺杀这个事件 更是赢得了很多同情分 而且那个川普的照片 更体现出他这种英雄的这一面嘛 那就是对于川普来说 他现在不是要选择一个帮他增加选票搭档 而是要选择一个继任者 这和他之前的 就这和之前的很多总统竞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之前总统竞选是要增加选票 就选一个搭档 但是现在川普的竞选 选一个搭档 是选择一个继承者 毕竟四年之后川普肯定是要下台的 不可能做第三届的 那么他需要选择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 来帮助他继续他在美国政坛的影响里 那么这样的营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第一点他要年轻 那么在年轻的候选人当中 曾经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热门的 就是马克尔·努比尔 在很多的采访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 马克尔·努比尔会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 而且川普还在那个佛罗里达 就前几天嘛 就是前几天 就前段时间在佛罗里达举行集会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就问他那个 包括很多选民都很期待 他的VP是谁 那川普就说 现在我要选一个竞选搭档 将来的美国副总统 这个人是谁呢 是不是马克尔·努比尔呢 他就直接这样说 马克尔·努比尔 可能将是我的竞选搭档 未来的副总统 他就直接这么说 可见马克尔·努比尔在 美国选民当中 在保守派选民当中的 这个人气有多高 而且很多的主流媒体 也甚至觉得 马克尔·努比尔在川普的选择名单上面 而且马克尔·努比尔非常年轻 九五十几岁 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马克尔·努比尔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马克尔·努比尔虽然年轻 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头脑 而且他在价值取向上和川普也类似 就是要对中国强硬 要对中国采取相对比较保守的贸易政策 而且支持川普打贸易战 甚至支持川普把中国放在 就是美国的头号威胁的名单里面 而不是俄罗斯 其他一些建制派的共和党 包括一些民主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第一大威胁 但是马克尔·努比尔和川普一样认为中国才是第一大威胁 但是马克尔·努比尔的问题就在于 他从政时间太长 马克尔·努比尔差不多有20年的从政时间 他和建制派的关系太密切 凡是从政十年以上的人都和建制派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所以马克尔·努比尔在川普选择当中 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选 因为一旦和建制派的关系特别密切 哪怕你再有想法 哪怕你再有和川普差不多的理念 最终的结果都有可能受到政坛上的各种事宜的撤肘 所以他就没有选马克尔·努比尔 他说80后39岁特别年轻 将来在政坛可以大展拳脚 第二他是从政时间极短 他比川普的从政时间还有短很多 他是在2020年之后2021年开始正式从政的 也就是说就那么两三年时间 他在美国政坛基本上就说没有任何关系 甚至他很多美国政坛一些建制派人 对他也是很不满的 因为他出来就是各种第一 他的理念是最初他一开始是反对川普的 后来他是支持川普的 再加上他的理念也非常的保守 再加上他也非常的反对就是那些左派 而且他也认为中国才是第一大威胁 他认为美国在国际上的很多政策也是有问题的 再加上他认为就是他和马克尔·努比尔不一样的地方 和川普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在俄乌战争当中 美国不应该花这么多钱 就算要花钱也应该欧洲多花钱 美国只是跟在欧洲的后面 美国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选民 而不是先去照顾别人 所以这点他跟川普又是一样 而这点又是建制派所反对不赞成 你看那个建制派的那个 就是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就是和川普一起竞选的 之前是联合国大使的 他不是 他不是一直说吗 他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乌克兰到底 虽然他是共和党 他说我们一定要支持乌克兰到底 这也是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观点 所以在这点上 杰利·韦斯和川普是一致的 是反建制派的 所以这点上建制派非常的不欢迎他 那么他就等于是又被推到了川普这边 他和川普在俄乌战场上的理念一样 对中国的理念一样 同时他又年轻 然后他也有 他没有什么建制派的关系 从政时间短 将来又大有前途 再加上他也是个投资家 也是个商人 而且杰利·韦斯之前是军人 军人当政和文人当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这点大家完全可以体会得出来 包括我 不是刚才发的 就是这个帖子里面 他也是军人 你看军人发言和文人发言 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所以说在这点上也是得到川普的欣赏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在于杰利·韦斯这个人 非常善于纠错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一般性的人 就是长期沉迷于某种观点的人 或是长期沉迷于某个立场的人 他是不太善于纠错的 典型的就是在政坛上 我们看到那些建制派什么 就是拜登之类的 还有尼奇·黑里 还有就是共和党尼奇·黑里 民主党的拜登 还有Nancy Pelosi 就是民主党的Nancy Pelosi 就是这样的一批人 他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在了之后 他们就一直会坚守自己观点 不太容易去纠错 尤其是当自己的观点发生问题的时候 也不可能大幅度的180度转变 认可之前的观点是错误的 从而采取个新的立场 新的观点 没有这样的灵活性 包括你们有的时候经常 看海外民运 这种反共派这些人 他们十年前说了什么话 七年前那些视频是什么观点 七年之后的今天 他们说的还是什么观点 你基本上都是 只要你 你基本上就一有什么事情出来 你都不用看他们视频 就知道他们会说什么样的观点 就是他们就是将死在那边 就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民主党那些建制派也是这样的 但是J.D.Wenz不一样 他从政才短短了两三年时间 非常的灵活 之前他反对川普 把川普骂得真是狗血淋头 但是现在他反过来支持川普 而且他认可川普的理念 包括他对一些自己观点的 纠正啊什么 你可以跟他两三年前相对比 如果你有他采访时明会发现 他能够在看到问题的时候 及时的纠正自己 改变自己的一些认知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灵活 非常善于把握时机 所以说川普选他 可以说是个明智之举 非常明智之举 在我心目当中 有两个人就是特别明智 一个就是选J.D.Wenz 还有一个选Telsey Garber 我个人发帖 发Telsey Garber 是因为我从六年前开始 就一直关注Telsey Garber 所以说我是很希望川普可以选他的 但是他有个软肋 就是他既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之前是民主党了 后来退到民主党了 然后现在属于就是无党派人士 这一点是个软肋 因为你要选把它弄上来的话 那共和党其他人会不会满意 这个就很难说了 但是J.D.Wenz很不一样 而且是个典型的保守派 所以我个人来讲是希望选Telsey Garber 但是我知道如果选J.D.Wenz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人的评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将来川普上台之后 再加上J.D.Wenz 中美之间的关系 将会迎来非常大的挑战 尤其是贸易关系 川普和J.D.Wenz 都将会主张对中国在贸易上 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 比川普的第一届任期 可能还要强硬 那么这个事情我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